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肩脾后仗或者素仗 第六个 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启发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右手的坐金刚拳 右手压着大腿动辄的动革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坐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启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着 奥米三巴拉三巴拉 不马哪三巴拉 不马哪三巴巴 三巴拉 ela HA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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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阿,阿阿 阿阿 守 ベ elét 阿阿阿微 阿阿阿阿 守 ベ猎 philan白日鱼 碰壷 전부 一碰锅 aud test Col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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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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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现在过之差别分三个方面 分别宣说和色意 还有以实力说门 首先是分别宣说当中 这个主要是害他众的过失 害自己和害他众之间的差别 这个功果的差别 这个宋词里面主要讲这个 为此二害他 将属地狱苦 顺及亿利他 一切顺一切圆满常 如果是我们为了自己的生活 地位 工作等等 就是以这个目的 害其他的众生的话 那么即生当中 也是肯定会感受一些不良的果报 而来世的话 必定会堕入善恶去 或者是地狱当中 一定会是感受的 如果我们是损害自己 通过苦行 或者是通过其他的这种方法来损害自己 然后利益他中的话 就像释迦牟尼佛的《广传》里面所讲的那样 那一定会是圆满 一切利乐的 暂时 我们这个人天福报当中 人天福报也可以享受 究竟获得神闻缘解 菩萨佛陀的这种三大解脱 所以我们在时时刻刻当中 一定要做一些有利益的事情 没有做有利益的事情 真的是获得人生也是百货 没有意义 尤其是现在世间当中害众生 就是害众生的方法是非常多的 尤其是偷盗 强劫 或者各种行为 当然所有的危害当中 我觉得杀害众生 杀害众生非常严重 所以佛陀在佛经里面也说了 杀生如恶去 受苦善途毙 杀生一定会是入恶去的 而且在感受善恶去的这些痛苦 但许许多多的人 现在都是根本不知道的 看见这个众生就想吃 谢谢大家 观看 请请请请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亲友书》里面讲的是 人有四种前途 就是黑暗趋入光明 光明趋入光明和光明趋入黑暗的有四种 所以说大家应该想 如果我们意味地想着这个自理的话 真的是不合理的 一定要通过自己的一些痛苦 付出一些代价 然后圆满离他 这个非常重要的 以前汉山大师也说了 人即爱其俗 生母爱其名 就是说我们人类需要喜欢自己长寿 那么世间上所有的动物 他们也是如此地爱惜自己的善灭 放生和天心 放生顺佛灵 如果我们去放生的话 真的对自然的和谐 自然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会高 如果这样的话 整个我们世间的吉祥 或者是快乐幸福的气氛 越来越会增上的 如果这样 诸佛菩萨也是生起欢喜心的 所以我们尽量地帮助众生 利益众生 这样以后能做一切事情的 包括我们世间当中 利益众生的人在任何道场当中 都是他可以圆满一切事情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求自告 比喻多恶趣 回此聚见他 数经上三道 如果这个主要是自己的位置和他人的位置 在高地方面的差别 如果我把自己高高带上去 让别人位置降低的话 那来自生生世世自己变成壁垒之人 如果我自己坐在地位 别间的地方 然后让别人尽量地坐高位 那这样的话 来自生生世世 让我获得众人的恭敬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如果自己想获得自告 那么这种人将来生生世世当中 堕入忠心之地贱 或者相貌丑陋 或者愚笨之卑 就变成这种人 甚至会堕入恶趣 堕入恶趣之后 也很长时间里面会疏苦 反过来说说 我们把自己所有的高位 财富 以及名声 全部都是让给别人 推荐给别人的话 那自己来自生生世世 不受众人的欺负 这一点也是我们有关的一些经典当中也是有的 前面引用过的一个教证 就是说是一满增上骨 愚痴堕恶趣 前面已经引用过这个教证 因为我们恶满增上 堕入恶趣当中 然后堕入一些无瑕的 忠心下立的 出炉的 还有盲人 脆弱人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果报 所以说我们平时应该自己尽量地把这个位置让给别人 以前那个不得瓦尊者 也是说了 我们修持大乘佛教的人 那么一定要遣除自相续的傲慢 然后自己处于一种卑微 多多多数据 我给你多多多说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为己亦他者 总造仆亦亦苦 而老子亦利他当逢往后去 那么如果我们为了自己 亦是他人 那他人总有一天 一定会遭受路仆的苦果 如果我们为了利益他宗 自己勤勤恳地去劳作 去做事情 那这样即生当中 这个人也获得殊胜的地位 就是乃至生生世世 在人间获得王位 获得一些冠军群威等等 从来不受这种意识的痛苦 业因果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有些人说 我怎么会业因果现在看不见呢 现在肯定看不见的 就是我们农民 在春天的时候你播种子 在那个时候 根本看不见他的力量是什么 但是总是根本不虚 有些人说 为什么我做三世 三世做得越来越多 我的这个生意不顺利 我越来越好想吃亏 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相当于是农民正在做播种的时候 你说说我越来越贫穷 因为这个果实还没有这个成熟 我即生当中的贫穷和 我即生当中的快乐痛苦的来源 就是跟我的前世的种子有关系的 那么我的下意识的话 跟我即生的种子有关系的 当然遇到一些特殊的对境 和一些特殊的业因果的时候 那即生当中上半年做的业 下半年感受的 这种特殊情况也是有 总的来讲业因果 丝毫也是不虚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对业因果没有真正的定解的话 可能做三世 很多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修持佛法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的注意 现在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就尽量的帮助他人 就要对他人做考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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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 ༼ད ༼ས� ༼ད ༪ར ༼ད �ར ༼ད ༥�ུ ༼ད �ད ༼ད �ད ༥མྲོད �ར ༤ྱེད �ད ༽�ར �ར ༜ྱབར �ས� ༽�ར �གསྲསར �སྲ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